社會家族籃球聯賽 可說是高手如雲 臥虎藏龍 其中相聲一同真信 紅雅國際等 都是常年傳統的社稼禁旅 不過近年來可是有一支 行星強隊 會勝國際籃球隊 過去全是由素人組成 在創辦人曾世福的積極運作下 近年也吸引了許多前XPL好手加入 今年可是要挑戰連續三年 在社稼聯賽稱王 這個球隊基本上已經組織十年了 那很早以前我們本來 就是一支素人的球隊 就是一群很熱血的愛好者 因為球隊還是有一個主軸 有一個主軸跟有一個共識 就是我們蠻強調整個球隊的 所謂的分享跟傳承的這件事情 那所以到後來也就一直號召到 蠻多的所謂的前期的職業球員 或是中華隊的球員 來加入這個團隊 會勝國際的球員 平時可都得利用下班後的 先下事件才能一起練球 但他們不僅不會感到辛苦 反而甘之如疑 而前XPL好手 同時也是我們的專業球評 月哥 月盈利 也在今年成為會勝的議員 他可是對這支球隊的團結氣氛 感到印象深刻 這個球隊很有趣 很多年輕球員 可能在沒有辦法升上 更高的舞台之後 大家都還是有一份 很喜歡打籃球的心 那再來就是說 大家都有自己的工作 那可能一個禮拜 有兩個兩次的練球時間 時間也比較晚一點 但是至少有個球場 室內球場 然後大家一起動一動 流流汗 其實對我們來說 是非常開心的一件事情 另外本次涉加聯賽的決賽場地 可是在重新翻新後的板橋體育館舉行 對於過去XPL時期 變成多次在這裡奮戰的月哥來說 可是再熟悉也不過啦 相信他已經敘事待發 準備要幫助會勝 締造三連罷囉 外球新聞採訪報導